为了让台中山城的美被看见 宏光科大文创系今年是选定东市石岗以及新社区 打造壁展主题山生 让学生以地方历史文化及产业 重新诠释地方特色 有学生是用农产废料来染布 也有学生是通过AR 让民众用手机就能生力其境抵达景点 作品相当多元 我们透过图像的方式 让孩童说不能使用炸鱼毒鱼的方式 透过手机扫民众就能够观看动画 了解白冷寸过去的历史 接着学生沾取透过农废料自制的染料 将布袋染出特殊的图腾以及花色 宏光科大文创系今年壁展 结合山城历史及产业等等 设计出多元创新的商品 使用的农废料就是用当地的高阶礼经济 还有碰干 他们的根经业这部分 因为他们的根经业是可以提炼的 我们有增加AR 扩增实践的教学 只要拿起手机扫描我们的画框 就会出现知识性的问答 及白冷寸历史的动画介绍 我们是明光三角 然后主要是做东式露营的产业的去做设计 萤火虫剂去做一个发想 那有一些像解决虫害的虚文蜡烛 还有些延伸的小周边 校方连续多年壁展结合大台中在地文化为主轴 今年以山城东式石刚以及新社 延伸出主题山生 让十九组的学生进行田调与创作 还有学生以失传的客家古拳法 以及鲁班公的开机祖庙设计文创品相当有创意 四年级以上的儿童为主 然后就是做了一个桌游的游戏这样子 然后内容的话就是以文工词上面的一些凶字极字 然后去做设计 主要的话是让他们可以知道他们自己在地的文化 在农事也好 或者是说在一些景致也好 还有像一些比如说像林业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产业 其实都蓬勃的发展 只是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所以因此我们希望透过学生的角度 用年轻人的观感去了解这件事情 学生运用年轻思维来宣传行销地方特色 展场内容多元 校内展期即日起到4月21日 此外5月7日5月8日 也将移动到石刚和胜里活动中心展出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时间来参展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导